最新上星期創超過一年高位 1.74L 今個星期回落 穿了1.68L 但我看到大行很多都預計只是休息 然後衝上兩厘 甚至兩厘半可能是很快的事 你可否看到趨勢 剛才說的通脹預期都去到2.2L 其實債息正常來說應該是貼著通脹預期一起上升 因為有量化寬鬆就在那裏壓住了 量化寬鬆大家都猜今年應該不會退 變成現在就在角力 市場就想推高一點 因為央行又不講加息 這麼合適 三年內都不加了 接著又說通脹是暫時升的 央行不相信通脹是會結構性上升 或者是可以持續性上升 但市場就不是 市場就覺得你又派錢又印鈔 你什麼都做齊了 經濟又復甦 疫苗就快打完 所以大家在角力了 我覺得其實剛才我都提到 那個長息 我覺得逼迫分兩厘是 比較合理一些 是合理的 我想通脹預期可能已經走得高了 2.2 2.3 但是當長息逼迫回兩厘的時候 可能兩者在兩厘的位置附近就匯合了 去到兩厘的時候就看看央行做什麼 央行究竟是繼續口硬說 我不加息 覺得通脹是暫時 到時他又覺得息口高了 就是會出來做一些事情 我想到時市場又會看下一步 是嗎 其實現在究竟 是不是像聯署局的官員說的呢 現在的債息高企是不代表市場混亂 是有秩序的 暫時不需要恐慌 不需要害怕 甚至剛剛那個weekend 更加有聯署局官員就說 其實我們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 是可以承受比現時更高的債息 又或者是那個利率 你同不同意這件事呢 還是叫佩茲派定心院等事不要倒閉